这题问的是哪些分子可能有扩散作用进入细胞 好了 这题是不是有给分数啊 A是不是有加进来 有嘛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氢离子如果这边浓度高 另一边浓度低 这是细胞膜 它可不可以从浓度高流向浓度低呢 可以啊 你只要给它开一个氢离子通道蛋白 就由高浓度流向低浓度了 扩散分两种 简单扩散和便利性扩散 氢离子等极性分子 可透过便利性扩散做扩散啊 高浓度流向低浓度 所以A可以 那B呢 果糖是糖类 糖类也是浓于水的极性分子 同样的道理 我的果糖也可以透过便利性扩散 让它穿过某个 可能是载体蛋白 也可能是通胞蛋白 而由高浓度流向低浓度 进行便利性扩散 扩散都是不耗能的被动运输 所以这题AB都可以经由蛋白质的协助 做便利性扩散 对不对 所以AB是对的 那为什么其他不对 像为什么没人问C啊 因为它分子太大了 大到蛋白质也没办法帮忙 所以这糖如果要运输 得先分解成小分子 那猪也可以运输 那酒精呢 是简单扩散 因为酒精是子容性 它是油跟水都可以用 那也是扩散 简单扩散当然是属于扩散 便利性扩散当然也属于扩散 都是高浓度流向低浓度 它都融 它是很好的融剂 它就介于中间 急性分子也能融 非急性分子也能融 所以急性在化学上 是很好的一种融剂 它就介于中间 好以上是27题 请问27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